大家好 又是我小光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連狗仔都會吹單的Omakase店 而且儀式感十足 夠了情調 威靈頓牛扒就聽得多了 威靈頓鰻魚 你有吃過嗎? 想知道這間Omakase餐廳在哪裡? 價錢是多少? 這麼多美食小光人最喜歡哪一味的話 就千萬不要走開啦 希望你... 我靠在這間Omakase餐廚 要支援錄呢 浮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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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介紹的餐廳就是天神武庫區的古河桂油 由天神站走過來都是五分鐘左右 在Tabelloku還有3.6分 帶大家看看 好 我們這次去這個二樓 古賀山的餐廳 今天受到他邀請 去他餐廳試吃一個Omakase 儘管看看好不好吃 因為我還沒來過他之前 那我們進去吧 老闆娘今天就穿了一件中式的旗保 接待客人 但店裡的裝修很細色 氣氛都不錯 最大特色就是 這裡會有狗狗陪你吃飯 老闆在IG也有說過 餐廳會有狗 如果怕狗的話就要注意 店面位置不算很大 餐廳大概容納10個人左右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喝酒 價錢會比較貴 在日本的話就會化算一些 如果是情侶檔 不妨喝一杯 餐廳就有drink list 不過就沒什麼料 只有一個套餐 內容完全由廚師發辦決定 跟一般壽司Omakase餐廳不同 這間主打西式和異式料理 主廚古賀山還在意大利學過廚 回來日本開餐廳 擅長把日式食材混入西方菜式 精神炮製了不少獨特的創意料理 讓我帶大家看看 對 首先廚師上來第一道菜 就是八袋鹽的番茄 加上紅杯 紅杯是什麼杯類我都未吃過 儘管試試吧 廚師做得挺精緻 有些花花在上面 有些啫喱狀透味的東西在上面 另外就有個紅杯肉 最底 番茄的酸味都蠻出的 紅杯那邊我覺得比較 帶一點海水的鹹味 另外也有 那個實滴的口感在裡面 但我覺得番茄的酸味好像太長 可能當作是開胃菜 因為是很美味 之後來到第二道菜 就是這個平淨魚芝麻泡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挺爽的 好可愛 好重芝麻味 感覺有點像在煎堆 試試海葡萄吧 跟蔥食吃到的海葡萄差不多 在嘴裡啪啪啪啪的感覺 味道就... 純粹因為醬是芝麻味 但它打得很滑 吃下去是... 好像吃了雪糕一樣 他想睡覺啦 可以吵一下嗎 這個樣子很不驚奇 這個樣子 小不低頭兒 不夠菜我 不夠菜你 玩完狗之後 我們來到第三道菜 一打開就有一股木煙燻的味道 它就是紅本買了煙燻泉州茄子 很清爽的味道 很清爽的味道 好像沒有煮過 但它的邊是帶一點鹹味 就是最靈感的皮的邊 我試試買下去 我們來煮菜 切碎了蔥和蒜在裡面 咬下去會粒粒爽爽的 很濃味 你試試看 嗯 吃下去可能會覺得有點噁心 口感不太實 很爽 好像在吃一批東西 但味道是不濃 嗯 之後就輪到這個海蝦配炸爐筍 炸的方法有別於一般日本式 外皮比較香之外 咬下去也比較薄一些 還有一個高級海苔花椰菜拖羅 配下季松露 屬於一個手捲的食法 日式手捲帶點松露 又挺特別 咬下去吃得出的拖羅是很新鮮 而且有些松露香 很有創意的一道菜 很濃的 廚師 拿過來的鰻魚排 我切開給大家看看 它說這個醬汁是有混合紅酒 其實切開是否切到 好像會冰出來 它的口感其實有點像威風 嗯 它有一個包 在外面有些柔軟的 好像牛油的東西 最尾就是鰻魚 但鰻魚咬下去是傻傻的 而且沒有骨 你不用擔心骨 它切開是怎樣的 原來一直切開一口 然後 橙色的醬 其實我給Aminia吃過 大一點酸酸甜甜的 刺激香的感覺 好吃 怎麼會用的 怎麼會用的 這間店老闆的古學生和太太 會一邊準備食材 一邊趁著空檔 就跟客人聊天 可以稱得上是駕輕就熟 而它們最有趣的狗狗 除了是生蕉牌之外 更加是餘賓的好幫手 之後就來個博多雞漢堡 漢堡的大小 就接近一些一口漢堡 吃起來有意入口 而且有幾種層次的味道在裡面 再下來就是鹿兒島 慢煮和牛扒 可以看到 表面已經煎香了 和乾一點 鎖住的肉汁 你這樣看 你這樣迫下去 其實已經看到了 很多肉汁 它裡面的脂肪分佈都不錯 牛味很鮮很出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牛是高分 接下來到最後的甜品 是裝飾得很漂亮的布甸 布甸的味道有點蛋香 整體口感會比較結實一點 最上面那一層就是焦糖 我覺得稍微濃了一點 但作為今餐完結的味道 是不錯的 整體來說 古鶴山這間餐廳 小光就覺得地點位置方便 而且很少有餐廳 有九隻雙拌食 這個我媽咖啡 心情都輕鬆一點 而且這間餐廳 無論在視覺還是味道方面 都滿足到客人 我自己就最喜歡這個威靈頓的鮑魚批 這個套餐的價錢 每位就要一萬一千円 一共十道菜 性價比已經不錯了 想預約的觀眾朋友 可以透過網上Tabekloku 或者用IG和餐廳預約 如果你懂日文的話 打電話都可以 今集時間有夠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你就可以成為下一條影片 最新收看的觀眾 我是身上福光不知福的小剛 我們下次見 拜拜